Nissan的Kicks 竟然在Curacos诞生之后 它的销售量其实是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Nissan的Kicks虽然卖了一段时间了 在美国已经小改款正式开卖了 台湾到底什么时候会跟进呢 Iris 其实一直以来之前从Nissan Kicks它发售的时候 它就是它有一个很成熟的产品表现 再加上还算蛮合理的一个70多万 就可以入手的一个集聚 所以在那个时候 CUV的销售网Curacross还没有出现之前 它基本上是一直站稳的 中小型的休旅车的一个冠军宝座 也算是好一阵子了 对不对 那销量至今你都刚刚冠儀也有提到 它虽然没有像CC可以卖到三个月卖一万多台 但是它一直都是持平一定的一个水准 对它并没有掉下来 没错 那我们前阵子其实也得知 我们就是现在目前的图表上面的 这个新一代小改款的Kicks 它预计大概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就会正式的跟台湾消费者见面 正式的这个国产化了 那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日本跟泰国它已经首发了 但是台湾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会是发表北美的一个版本 那美规它是采用的就是仍然是1.6升的四缸自然进气的一个引擎 然后再搭配上Xtronic的CVT五段式的一个变速箱配置 可是呢其实在外观上 我觉得看起来这次算是有一点竞争力 因为它原本的感觉是比较圆润一点点 可是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气息 好像更加的战斗更加的运动 它换上了一个比较细长型的一个新式的LED头灯 这个LED头灯跟Centra新一代Centra还有Ultima 它的那个感觉那个锐利感有点像 然后这张水箱护照也比这个以往还要更加的这个 大一些吗 对它改成的是一个Double V Motion 双V Motion的一个式样了 然后呢在雾灯上面呢 也有做一个这个跟一个新的类气霸来做整合 所以它在外观上其实是蛮细致的 然后也变成说有一点帅气 有一点点动感 那在内装的部分我觉得也是KICKS 这算是蛮不错 就是我觉得可以赢CC的一点 那内装真的是还算质感 质感蛮好的 那如果你喜欢注重这个音质的话 它这一次呢 北美版它还有BOSE的音响可以选配 那甚至还有这360的环境 如果你希望给你家人开的车子的话 可以更加安全的话 也可以配上这样子的一个360环境 但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们有提到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会引进这个E-POWER的版本 对比现在这个CC RAV4 这个Hybrid 卖的真的是红翻天了 那看起来KICKS 应该是会出现这个1.6汽油的一个版本 但是目前的价格 北美版大概是从57.7万起 所以我们台湾预计大概也会是在 大概70到80万的级距 至于有没有办法比CC还要便宜呢 就要看看那个原厂 怎么样释放这个诚意 我觉得肯定是会比它便宜 肯定是会比较便宜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就是 对对看大家的需求 有些人会觉得 像乃哥就说他会比较喜欢小一点点的车格 因为既然是CUV了嘛 对不对 那我如果坐的跟一般中型的这个SUV 比起来又没有差太多的话 那小一点小巧玲珑 然后又有双色配色 看了又开心 那这样子如果还加上ACC 我觉得肯定就无敌了 对 以他的车格来说 没错 如果真的又可以载70多万的级距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销量 一定是还可以再提升 那其实有很多的消费者 在使用过休旅车之后 他们有反馈 休旅车有一些缺点 也有一些不太便利的地方 大伟哥来告诉大家 这个就曾刚刚爱达所讲的 就刚刚有一份这个调查报告嘛 他们说这个国人对于休旅车的一些爱好的地方 跟他一些觉得好像不太好的地方 那其中在这种不太好的地方 有超过六成的人 也就62%的这个问郡调查的受访者认为说 这部车子SUV重心高 操控不好 这是这是这看法 因为这700多人里面 他可能不一定都是开SUV的休旅车的 他可能开还是开现有的三箱房车 或一般的轿车 所以他的看法就是如此 然后这样子 这是有这么多的人对于这种重心高 然后第二个是 有两成的人认为是高油耗 就是说开SUV 车子这么大 这么高 这么方方正正 一定就是耗油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他的这个像什么 车子太长 或者是说他距离高太高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上车不方便等等 老人家上车不方便 很多人对这个休旅车的看法 但是这是看法归看法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SUV不停的在进化 当年卖一万两千辆 去年第一季卖一万两千辆休旅车 再往前走更少 再更少 那时候车型选择不多 车型也没有符合当时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可是现在的车子 你看讲安全 这里的人还没讲到安全 因为安全可能大家都觉得都差不多 可是安全 你看现在安全进化 已经主动安全进化到无比的程度 那至于刚刚讲的 最多人认为说重心高 操控感不好 现在车子就像以前都是要走 讲4W 讲的就要翻山越岭 自然车体就要距离高 然后悬掉就要软 就要跨越 现在车子走的都是强调onroad的表现 onroad表现 每一部车子都在强调 我开的是越来越稳 高速公路越来越快 可以开得快又稳 所以你说一定是说重心高 或者是不舒服 当然你绝对去比较的话 较低的较差 一定是有差异 但是差异是日趋缩小 没有说开这车子 绝对就让你一定不舒服 当然还是有些车子 因为它毕竟还是要强调一些越野 可能悬调还是舒适 这里面有些物理特性 一定无法避免 已经会偏软 偏得比较不舒适 你假如硬的话 那其实也不舒服 至于你说油耗 那油耗我们刚刚讲了 刚刚Claro Cross 里面卖一万两千两 有将近五千辆是Hybrid车型 我要告诉你 Hybrid车型 每公司的油耗 每公司可以跑到21.9公里 超过20很厉害 21.9 那你说这是油电车 当然它是特例 那我们再讲 现在你看KUGA CRV KICKS这些车款 它的平均油耗 每部车都是在15公里上下 这15公里上下 已经就是我们过去 在开一般房车 不过David哥 刚刚这个统计资料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 有62%的人是觉得说 重心高 操控不佳 对不对 它是你认为休旅车 有哪些缺点 但是呢 另外一份资料呢 又统计出来说 你平常在使用休旅车的时候呢 有什么样不方便的状况 这个时候是实际 有使用经验的人出来说话 有40.8%的人是说 重心高 开三路 后座乘客 容易晕车 是 那另外呢 刚刚讲到 他有这个6.5%的人认为说 长度高度都比较大 那事实上乃哥刚刚跟我们分析啊 休旅车在长度部分 有时候不会比我们一般市民轿车 还要来的差 只是高度来说 是是是是比较高一些些 那事实上呢 有一些机械车位就真的比较麻烦 所以有23% 23.6%的人说 哇 我不能停机械车位 真的是很麻烦 那再来 虽然不是这个 虽然休旅车现在在新的科技之下 有一些休旅车是用Hybrid的系统啊 复合式能源 他确实是蛮省油的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人不是开新车啊 就是早期的休旅车 所以有16.7%的人说 市区啊走走停停油耗啊 用惊人两个字来形容啊 是用油耗惊人啊 那当然呢 也有这个2.5%的人是说 上下车比较不方便啊 所以那纵宽呢 就是说大家去看待休旅车的一个角度 跟实际使用休旅车之后 发现了一些问题来去讨论 其实休旅车有非常好的这个优势以及强项 但是实际上是用起来 还是有一些些跟这个 我们不能讲 我觉得不是缺点啦 我也认同David哥讲不是缺点 我认为是跟四门的轿车 低底盘的这个轿车来说 它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差距点 今天就会看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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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